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近日环保署官员一句喝真奶可以用汤匙,引起轩然大波。 民进党立委林静怡在脸书PO文向硬件素,并分享自己常去的店家就是提供汤匙喝热真奶, 却遭网友贴出她过往用塑胶吸管喝饮料的照片蒙酸。 对此,林静怡也在脸书发表回应日前,林静怡在脸书PO文分享, 自己常去的店家,十多年来点这真奶都是送上杯子和汤匙, 冰针红则是附上塑胶吸管,因此她会自备金属吸管。 她说,环保署提出的政策是内用饮料不要提供塑胶吸管,没有要灭绝你喝饮料的生活。 林静怡也说,若是外带,店家还是可以提供塑胶吸管。 但如果你是外带饮料到办公室喝,其实办公室自备一下金属吸管, 不会怎样的,有网友在PTT上里。 林静怡,我用汤匙喝真奶十多年未提转贴文章, 另有网友贴出林静怡过往用塑胶吸管喝饮料的照片酸它。 对此,林静怡在脸书发文回击, 我说十多年来店家的热真奶是提供汤匙, 怎么会变成我十多年来用汤匙喝真奶。 外带跟哪用不会分,我真是敬佩大家。 她说,出门要随时准备环保餐具并不容易, 但这就结论到大家都不要做减速的政策的滑坡也实在很厉害呢。 林静怡强调,现在希望的是改掉内用的部分。